带天福地人为贵 信则吉系空则背 袁泰祖 欢迎大家听新一集的袁泰祖 今集Nikiyo 继续与林顶康师傅 与各位听众分享袁学上映知识 林师傅 你好 Nikiyo 你好 林师傅 这大半年来 香港人其中一个很热烈的话题 就是说这个移民 林师傅 在袁学上 或者我们看风水上 或者我们自己个人的命格上 有没有人看一个人是否适合移民呢 有的 又不是个个人都是你想移民就能移民 也不是你说 我现在预计2022年移民 到时候2022年就能走 有些人的命格 我们八字上面其实就能看得到 他有没有移民的命 即是不只是看他经济条件许可就可以 不只是经济条件许可 也要看自己本身的运程是否适合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说经济能力许可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 你不要去到美加 或者在一些澳洲的地方 可能说去台湾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能够 那一个人 究竟他适不适合移民呢 其实我们一定是先看八字的 但当然 亦都有些比较简单些的方法去看的 譬如自己开你的八字盘出来看 那看看会不会里面有很多食神 那如果你说你可能开到个命盘出来 喂大哥 一个食神都没有 甚至乎开出来自己看不明白 那你就找师傅看 那但是如果你开出来 你看到很多食神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都适合移民的 那如果大家想印证这件事 有一个方法 譬如看看身边有没有朋友 外国回来的 或者他本身的家族 亦都是回流的 那那些你一开 你会见到他有食神 那有部分的人 譬如有些客人上来看 那我都会很直接跟你说 你是外国读完书回来的 因为会见到你几多岁 至几多岁 是离乡别井出国的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 需要看的那个重点 就是看那个食神 究竟你的命有没有食神呢 那条命有食神的 才有些机会考虑一下 那当然 有些人就可能 整条命一个食神 那有时也都未必够的 那通常我们移民 是必先看了食神先 那第二样 看个命格 就是看这个有没有冲烂了 那所谓冲烂命呢 就是譬如看了八个字里面 会不会有些子五冲 卯有冲那些 那这一个 你自己去search 一样东西叫六冲 就找得到个图 那你可以自己对着来看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冲烂的人 就适合移民 没有冲烂 就反而未必呢 那那 因为冲烂呢 我们叫做烂命 那烂命呢 一般来说 我们说比较辛苦 那在现在 因为一个 我们说全球化的社会 资讯又比较发达 那所以呢 你去移民 或者你离乡别井 由香港去英国 你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但其实你回去 不用说很远的 一百年前 你要由英国来香港 坐船 都坐几个月的了 那所以是一个很辛苦的旅途 那如果我回到中国古代的 你不要说去英国了 香港去上海呢 都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人 在途中死了 那所以也是一些 比较辛苦的命 才会离乡别井 而在现在的社会来计 我们说冲烂命的 就已经是认了这一件事的 只不过是说 那个出外或者旅游的途径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么辛苦 但在命理上就没有变过 其实以前就是 烂命那些才离乡别井 但现在反而很有钱的人 可能生活没有优的 才可以想想移民 都不可以这么说 移民都有很多种移民 有些去到那边 自己做生意 舒舒服服 好像退休那样移民 那些可能食神会比较重的 但有一些可能他自己很小 就移民过去挨女仔 或者可能去到那边 在唐餐馆里帮人洗碗 捧摊 慢慢躲在唐人街做的 那些就有很多冲烂命 所以即使大家都是移民 移民也有不同的经济水平 由于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可以分做 就是这个食神的移民 和冲烂命的移民 如果食神命移民 就是舒服的移民 如果我们说 冲烂命的人移民 就是一个辛苦的移民 那有没有看下我们移民去哪里 移民去哪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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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看 就不是说很准确的 但如果自己想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就可以这样看的 譬如你是这个 我们说 其实看你移民去哪个方向 最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大运 如果你那三十年的大运 你怎样为之多少年的大运 是用什么呢 这个就可以自己看回你的八字 如果懂得看八字 看八字 不懂得上来找我 就看到你那个命 譬如你三十年的 我们运是走三十年的 大运是十年 但一行就连续走三个大运 所以我们叫三十年 譬如你现在这个2020的 我去到2050 你都在走火运 那你就应该向南边去移 那如果你说 你本身这三十年 它都是适合去东方的 用木的 你这三十年是用木的 那你就向东面走 那如果你这三十年用水的 那你就向北面走 如果这三十年用金的 那你就向西面走 那有些人就说 喂 师傅 那你又说很容易分的 那怎么分呢 你都是要找你看的 那 那其实呢 就可以简单分 就把你们的出生年月日 就分成四种 我们以季节来计算 那除了那个大运 之外呢 我亦都看一条命的 譬如有些人的命出生在新历 新历的十一月到一月 这个我们来说是冬天的时候 冬天冬的 那你就去用火的 本身命的用火 我们说是南面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本身出生的月份 可能是这个春天 就是二月至五月的 那你就应该要去东面走 因为这个时间用木的 也是你的起神 那去到这个新历的五月到新历的八月 如果你出生的话呢 那也都是适宜往北面走的 因为这个时间呢 就是用水的 那去到这个九月至十一月呢 就适宜往西面走的 因为是用金的 那金木水科土里面 应该还有个土的 师傅去到哪里了 哪个用土呢 土因为在正中间的 那所以它就不会存在 在其他方位那里 就是踏正中间的 那所以 一般来说 我们以四季来分 就分成四个方向 那这一个呢 就会是一个最简单 来看自己移去哪里的方法 那这一样东西呢 就要配合我刚才说的 那个三十年运 那样东西去看的 譬如说 你现在本身在走一个火运的 但是你突然之间 北上 可能去中国 去俄罗斯 去北方的方向 那反而其实没有运走的 就算你的命 是用水也好 但是你现在走那个运呢 可能是 走一个 用火的运 走火运的 你走火运 因为你反过来 你应该是去南边 就是去澳洲 就不只是走上去北方 你会发觉去到那里 就不是很好运的 那所以一般来说 你说一个大致上的分 真的懒的 或者 轻轻地 试一下自己看一下 就这样 就这样 因为都不是个个 懂得看自己的三十年大运的了 那我想问 譬如我当我三十年 我走三十年大运的 那这三十年 我是应该去向南边搬的 那三十年之后 我六十岁了 我退休了 我需要再搬呢 如果你那时候的大运 可能说你本身走完南的 然后你后一个走东的 那便会再搬的了 那当然你说 你是不是要跟着你这个运来搬 这个就是你自己个人决定 只不过说 譬如 我通常就建议那些客人 就是说 你看你自己的年纪 你现在二十岁到五十岁的 喂 那你当然 你的命去哪里 你应该要去哪里 你博杀期来的嘛 你要赚钱养家的嘛 但是开始到你老的时候 其实你都没有什么要求的了 都只是看身体健康 家人齐齐整整的 可能是这些这样的要求 就不需要刻意去跟着他 来吹谷自己的财运 除非你说你去到老年的时候 都依然是继续上班 你都不赚钱 那个事业生活继续这么重的 那你才需要再去调 那因为你退休这件事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运 是要催黄他的 所以如果你说你去到六十岁的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决定 但是如果你还是年轻 或者可能十凌二十年 都还是知道自己要做事的 那就应该要看一看 才决定自己移民去哪里 那有些就会跟我说 喂 师傅我适合南方 我老公呢 就适合北方 那怎么办呢 师傅 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 在计划移民 他们三兄弟 全部都未结婚 那爸爸妈妈想着留在香港 然后哥哥和最小的弟弟 就去英国 然后中间那个就是澳洲 那一家人的八字 怎样都不一样 所以有机会有分别 所以这件事其实是没得搞的 没得搞的 真的没得搞的 有人用 他都在走一个北方运气 走一个南方运气 一定要分开 如果你要信且的话 那如果你不信这些东西 那你怎样移都可以 你信的话 就真的要分开 那或者你可能要选择的 就是哪一个是经济之处 那我应该怎样分东南西北 我当然不是问体子男不心那些分 而是当我在外国出生 当我在英国出生 我回流回香港 我在香港住了很久 那我再要移民的时候 我东南西北应该放在英国 还是放在香港呢 你应该第一样的就是 我们看风水的所谓立极 就是找一个正中间的点出来 那有两种说法 那有一种就是说 譬如在四川西藏青藏高原那里 落一个点 就当正中间 那就拍下去 那俄罗斯的方向就是北面 那去欧洲的方向就是西面 去中国 美国那边就是东面 那如果下去下面的 譬如印度 尼泊尔那些就是南面 那我们将那个十字 就拍在西藏高原那里去计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用香港来计 也是一样 就拍在黄大仙那里 那之前有几集我们说过 那些区分的风水 跟这其实有关系 都是一个地运的问题 或者跟自己的地 跟自己的云 合不合的问题 因为有时那些地 虽然是好 但是未必合你 记得我们以前有一集 就说过 大埔西贡那些 旺人 又有财 但问题是 那里属于东南面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适合搬过去呢 或者是属于东面 都适合搬过去 也都是看回你自己本身的云 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夹个人八字去看 但是如果 譬如我们看一些香港的风水 就把那个十字 就拍在黄大仙去计 那现在我们说移民的话 通常就是把那个十字 就拍回西藏那边 如果你喜欢计香港的 也可以在香港画个十字去计 那所以就用这个十字 立那个位置来决定 两个选择 一是立在西藏 一是立在香港 那通常我们就建议 立在青藏高原西藏那边 就是属于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去分 东南西北的 就是现在可不可以解释为 青藏高原那位就是世界的中心点 正中间 是的 那我想问多一点 如果刚才你说可以拍在香港 或者拍在青藏高原 都是一个可以看的方法 但是当我拍在香港 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是在 应该是在我现在住那里 还是我出生那里 香港那么小不用了 就是不需要再去这样分的了 所以就直接 香港一点 你看着地图 那么一点一画那十字就算的了 就是不需要再去分的了 嗯 就不太大影响的这件事情 明白 那有没有说 其实 刚才你说看八字 但是有没有 会不会说 我做什么行业 当然啦 有些地方 就 那个行业 摆下去的因素又不同 但是会不会说 我做什么行业 适合搬去哪里 那些 那又没有的 只不过是说 你自己移民的话 你当然都是要看回你自己的工作 和你的经济水平 譬如说你可能每个月都在找十万八万的 就哪里都去得 但是其实都可能是 有些可能是普通人来的 不是说很有钱的 他可能去到台湾已经尽的了 譬如我来说 你的命格来计 你要适合住去东面的 移民去东的 东面都很多地方的 有台湾 日本 美加 和美国 西岸 那这些 亦都是属于东面的 那你有钱的 你就住过美国 你没有钱的 不是说很有的 那你就住回在台湾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同时间就配合你自己个人的经济能力 是用这件事来决定的 我经常都说 你信风水 信玄学 是可以信 但是你不要迷信 不是一定要走过去那边 什么都要关那件事的 好 那我们今节就来到这里 下一节回来 千月移民 那些人最喜欢说 就是说投资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继续和大家 袁泰祖